原标题 伊朗总统 美国的威胁是空话 不值得回应 伊朗总统办公厅网站 7月25日发布消息称 总统鲁哈尼表示 美国针对伊朗的威胁只是空话 不值得回应 鲁哈尼说 现在有些美国官员毫无根据地胡说八道 他们的空头威胁不值得回应 不值得和他们打口水战 团结和抵抗 是对这些空谈最严厉的回应 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 在一场外交官聚会上称 特朗普对伊采取敌对政策 美国应该知道 与伊朗的战争是一切战争之母 他还警告特朗普切勿板火 这只会带来后悔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用大写字母推文回应称 给伊朗总统鲁哈尼 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 否则你将遭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后果 我们不再是一个会支持你疯狂暴力及死亡言辞的国家 小心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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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